歐洲這邊目前更新到了 叫第三季 去年第三季 你知道去年第三季 美國的經濟成長是不錯 可是以德國來說 德國因為已經更新到第四季了 就是基本上全年經濟 大概是萎縮0.3% 它還沒有到衰退 因為衰退 他們衰退的定義 是連續兩季的GDP 是變負值 那它是不管是季增也好 年增也好 連續兩季都可以 但是它並沒有 它剛好第三季還 它躲過了 對 它就躲過了 然後呢 在這個情況下 但是什麼 你想喔 你看得到的主要市場 德國 法國 然後像是芬蘭 其實他們的經濟 都是在往下調的 所以你說整個歐元區 經濟會好嗎 其實很難 而且再加上其實在危機之後 整個歐洲就習慣低利率了 所以在這一段快速升級的情況下 其實他們的風險蠻高的 甚至是有傳說 蠻多的這些製造業表現都會不太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們當然有可能會比聯準會更早降息 歐洲央行這個拉加德 他們的說法是他覺得 只要通膨沒有再復甦起來 其實有機會在夏天左右開始降息 對 那所以你想喔 如果美國撐撐撐 撐到了下半年才降息 歐洲先降 那你覺得歐元會貶得比較快 確實是有可能的 那再加上絕對利率歐元也比較低 所以這個時候你投資歐元的風險 就會稍微高一點 對 那但是我們也可以回頭講 我們不一定要用這個單壓一筆美元嗎 我們可以用這個資產配置的概念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美元可以高 那多高呢 我覺得四成到五成 甚至到六成也無妨 那其他的非美貨幣 你就挑喜歡的 例如說歐元10% 那這個澳幣也10% 然後其他你喜歡的貨幣 也可以佈局一點點 那你也不用全部買 你可以留一些現金啊 如果它越來越便宜 像是歐元 歐元如果越便宜就再買一些 那買買買買滿手的歐元 如果發現還沒賺錢 那你就去歐洲玩 那我就出國玩 對啊 那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德國的財長啊 就有對外說 不要再說我們是什麼歐洲的歐洲病夫 我沒有聽過東亞病夫 但是他說 你不要說我德國是歐洲病夫 只是我們需要休息 然後喝杯咖啡 很歐洲人的浪漫 他也沒有把話講得那麼的重 只是其實這種有點累 需要喝杯咖啡 換句話說 就是他需要一點時間 來養他的附屬力道 確實是的 尤其是歐盟啊 有這個規範 就是他們的這個GDP 赤字不能占整個的太高 就是整個GDP的太高 那他們也是一個 希望大家能夠 堅守財政的平衡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來啊 現在正常情況下 現在不管是台灣也好 不管是美國也好 通常是如果實體經濟不好 我透過政府來花錢來舉債的方式 去推動經濟成長 可是歐洲這邊因為有這個規範 除非你都不理他 那不然的話 如果我們要搭做財政規範 就不能夠用財政支出的方式 去推動經濟成長 那你就是什麼 只要靠民間 那只要靠民間 那只要靠民間 就等民間的活力複數 所以他其實說的也沒有錯啊 就是之前在2020年度過疫情後 確實有好過一波 但是隨著快速的升息 那經濟開始停滯下來之後 確實是有點累 所以如果不靠政府去花錢 不靠政府擴大赤字 那確實是需要民間 慢慢重組動力 那只是其實大家都很習慣 政府花錢來解決問題 那如果政府不肯花錢 那當然他經濟要付出 就會比較多的時間 那我並不覺得 其實我倒不覺得這是壞事 因為 你說花錢解決這件事不是壞事 那花錢解決問題這件事情 長久來看不是好事 對 所以不然的話你說 美國為什麼負債業那麼多 為什麼債務又報表 那為什麼德國他們在這邊 在過去歐債危機 或者在這段時間 他們有底細 可以去支撐歐洲市場 就是他們因為 曾經深受通膨其害 所以他們不敢多花錢 不敢過度的舉債 但是現況來說 他們的表現跟經濟成長 那當然就會輸給 比較願意亂花錢的美國 對 所以這有點像是一個雙面刃 就是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來去救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歐元區現在的兩難 就是第一個通膨 因為其實最近有看到 不是只有美國而已 歐洲的通膨其實也不是說壓就壓 有的時候也會壓不太下來 最主要的關鍵在於 他們的能源價格很高 能源價格高 因為其實去過歐洲就知道歐洲 這邊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曾經在2014年2015年吧 也滿久了 那時候去歐洲玩 就覺得歐洲東西很貴 但近期 根據我去 常常在美國跟歐洲 往返的朋友們說 相較美國來說 歐洲的東西 其實物價還算可以 他們還比較能夠接受 比較合理是不是 對 比較能夠接受 對 可是這時候就問題來了 因為之前尤其是在2022年的年底 到2023年這一段 這一整年時間 有很大的通膨之所以 可以回落的主因 除了升息以外 是因為油價從俄烏戰爭那時候破百 然後慢慢的壓回 那可是油價近期沒有再繼續下去啦 所以這能源價格 天然氣的價格 沒有進一步一直往下破底的時候 他們的通膨就少了一個 下降的壓力 那就回到了 例如說像服務業 例如說像是其他產業 那還是維持高檔的通膨 然後最重要就是下一個 就是如果接下來能源價格再起 那就會是大問題了 因為其實如果你 我們大家看那個什麼 希德州原油 希德州原油的價格 並沒有沖上來 但如果你看這個布蘭特原油 其他價格還在相對比較高的點 那尤其是布蘭特原油 跟希德州原油的價格 價差在擴大 那這件事情其實它暗示著說 是實體需求比較強勁 因為畢竟啊 這個希德州原油 他們比較多情況是 在美國的本土內使用 那布蘭特原油比較像是全球 他們在衡量油價的一個 另一個主軸 所以比較像是一個是實體價格 一個像是期貨價格的概念 那兩邊的利差拉開 兩邊的價差在拉開 就表示實體的需求確實有在 那再加上這個OPEC 他們也在緩步的減產 那如果啦 如果我們再講 如果他們覺得接下來 這個經濟確實出現了一點危險 那他們需要更多的資金 來幫助自己的經濟成長 那會不會有沒有可能 就再來減產 再把油價推升上來 那如果有的話 那就會是原本油價能源價格下來 去壓住通膨 這個算是利多沒了 那變成這個油價又上來 通膨又重新回升了 利空就會重新出現 如果你把全世界分區來看的話 美國報基本上全球報 那歐洲報就會歐洲自己報 亞洲報通常會自己報 那如果分區來看問題不大 但如果是歐洲美國一起報 那就會是大問題了 那我們就希望不會是這樣 那如果是的話 那大家就趕快調整投資策略 那那時候 美元就可能會是一個 避險的投資標準 像我們一開始給大家看的 其實如果出現了經濟衰退 經驗上那時候 美元對台幣反而會大幅升值 最近的一次例子 就是在2022年 美國在升息股市下跌 那時候雖然沒有經濟衰退 可是美元就可以快速的往上走 其實我們看很多聯準會的官員 他們也都在講通膨 他說你必須要給我一個通膨 往強而有力往下滑 甚至是往2% 這樣一個水準滑落的證據 我必須要看到很明確的證據 我才能來討論降息 甚至是降息的幅度 如果我都還沒有看到 然後這個通膨啊 就一直上上下下 然後一直去干擾整個市場的話 我沒有辦法那麼快的跟大眾說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降息 好 有一個很簡單又有關鍵的因素 就是推動通膨往上的重要因素 就是通膨預期 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說 通膨跟通縮怎麼影響我們的消費 怎麼影響我們的想法 最簡單就是像是 如果這個連接期間 連接前後 尤其是如果百貨公司 是不是會特價嘛 那如果你知道現在要特價了 你會選擇特價錢去買嗎 不會嘛 你知道要打折啦 那這個就是什麼 東西變便宜的通縮壓力 但如果像是什麼 最近很多的原物料上漲 很多的汽車 很多的東西要開始調漲了 那在想啊 如果過了今天你要買的車 馬上漲10萬塊 那這個時候當然就現在買啊 就算他跟你講說 因為明天要漲10萬了 那現在你要買的話 漲5萬你要不要買 你還是會買啊 因為什麼 至少 10萬跟5萬的差別嘛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通膨預期就是變貴的預期 在前面的時候 你就會先花錢 那先花錢的時候 就大家搶 大家搶的東西的時候 自然物價就變貴了 所以通膨預期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為什麼連接期間一直不肯 鬆口說我們要降息 有個非常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鬆口要降息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資金沒那麼緊縮了 原本就覺得啊 是不是一直升息 那可能前方的這個景氣 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要省一點 那結果升息快過了 東西準備要降息了 那是不是我現在開始就要花錢了 那東西開始買東西 東西自然就變貴了 所以他一直覺得 我們不能給市場太大警示 不然如果我們今天 好不容易用升息 把通膨壓壓壓壓下來 那我們一講降息 通膨馬上反彈 那我們是不是要重回升息 那可是問題是通膨已經彈上去了 那你要花更多的力氣去升息 所以呢這是很大的重點 關心理學這些官員 對確實是這樣的沒有錯 所以呢我們給大家看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是什麼呢 這個數據是預期 美國未來五年的平均通膨 那就是從很簡單 假設今天是2月13號 那從2月13號這一天起算 未來五年的平均通膨會是多少 就這麼簡單 那你可以發現一件事 如果你用這個數據來看的話 美國的通膨確實有在趨緩 但是沒有說控制得很好 為什麼呢很簡單我們看 這個呢我時間抓比較久 從2021年的3月 但是你可以看一件事 2021年的3月到中間的最高峰 是不是2022年的3月 那段時間通膨是不是震盪 但是往上 可是呢那時候疫情剛結束了 那加上大家覺得 那時候俄羅斯又入侵烏克蘭 大家覺得是這時候如果升息 是不是經濟會不好 大家有點擔憂 那所以通膨價格一直在往 通膨一直在往上 油價那個價格一直在往上 那時候通膨到那麼高的時候 聯準會就沒辦法 必須要等一下要開始升息了 所以呢開始升息 好那其實從開始升息後 通膨也確實慢慢的下來囉 第一波通膨到的低點 是出現在2022年的9月30號 大概2.14 所以這時候你回頭去看 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這個聯準會政策有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的底 就是在2022年的10月份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通膨掉到接近2% 大家就覺得 可能不會再升息了對不對 所以降息預期出來了 所以大家開始股市脫離低點了 大家開始買東西了 結果通膨馬上就跟你彈起來 到了2023年的3月 到了2.71%之後 你就想2.71%高於2%的目標很多啊 那是不是從3月份升息壓力又開始增加 所以呢它又被壓回去 哦所以但是你可以發現 如果你用幾個高峰來看的話 它的高點確實也從2022年的3月份的3.59% 到2.71%到這一波的大概是2.5%左右 所以呢它通膨有沒有被壓下去 有但是呢它常常來個強勁的反撲 所以如果沒有明確的持續把它一直壓得很好 那其實通膨隨時有可能反撲 它就必須要態度一直轉來轉去 那這個時候其實台灣央行 我就覺得做得比較穩定一點 為什麼呢其實就是 我們不升息就一直不升 你不會說我升息升一升之後停一下 沒錯我就會跟你升 那這個時候呢重點就在於什麼 聯準會就是 有時候覺得是不是不該升 可是什麼通膨起來你又必須得升 所以呢在這樣的情況下 美國我們講一個怎樣的概念 如果接下來通膨 在未來一兩個月內 又回到了這個通膨疫情 又回到了2.5%左右 那可能聯準會的降息時間點 就會越拖越後面 越拖越後面 遙遙無期啊 對那甚至是如果通膨又衝上來 它甚至還有一些升息的空間 所以呢美國通膨我們講 我們剛剛講兩個關鍵嘛 第一個關鍵是通膨有沒有趨緩 其實是有但是有沒有完全解決了 其實還沒有 因為過去的經驗 通膨如果要能夠確實 完全解決到降息 事實上的預期通膨 都會掉到2%以下 因為很簡單的概念 你想我們從現在這個角度來想 哎股市表現不錯 經濟表現不錯 通膨還在2%上方 那到底為什麼要降息 如果今天是哎呀股市在跌了 糟糕了大家覺得要崩盤了 不是有什麼經濟危機 對有經濟危機 也開始轉壞了 然後這個通膨已經掉到2%下方 好一陣子 那這時候降息才合理啊 所以其實確實的 降息的時機點 有可能啦 有可能例如說樂觀一點 可能例如說3月份或5月初 但是如果你單純 從數據面上來看的話 其實降息的時間點 並不會這麼快 最近有一個謠傳啦 說其實如果他們不再升息 那還可以透過另一個方式 給市場比較寬鬆的訊號 就是結束縮表 或者是縮減縮表 那因為其實一個簡單的概念嘛 那聯準會在縮減資產負債表的時候 就是他把手上的債慢慢的賣掉 然後讓他們不要再去影響市場 讓市場的利率慢慢的去正常化 所以呢他如果慢慢的 哎變得再把這個縮表的幅度變少 就表示什麼哎 他其實對於市場的干預就沒那麼大 那讓市場能夠更活絡 所以呢我就用這個角度來說 他也是一個讓市場覺得 沒有那麼緊縮的訊號 那或者用這樣方式去引導市場利率 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請訂閱 我們有獲得